鼠蛇人财运如太阳般耀眼,钱财滚滚不断,为食魔鼠蛇人在赚钱方面,比其他生效更具优势。 在命理学的浩瀚宇宙中,鼠蛇人的命盘常以奇特的光芒闪耀,他们的财运确实如同太阳般耀眼,令人惊叹。 从命理学角度来看,鼠蛇人的财运之所以如此旺盛,钱财滚滚不断,主要源于他们的命局特征和性格特质。 这些特征不仅使他们在赚钱方面,比其他生效更具优势,还赋予了他们洞察力和灵敏度,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弄清楚为食魔鼠蛇人财运如日中天。 鼠蛇人出生在似火的象征之下,似火代表着智慧、灵动和创造力。 这些特质让鼠蛇人在面对任何情境时都拥有超群的应变能力和分析能力。 似火的强大能量赋予了鼠蛇人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从命理学角度来看,五行鼠火的鼠蛇人天生与财富有着独特的联系。 火象征着能量和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财富的源泉。 当似火与其他五行相生时,通常会引发财运的巨大提升。 年轻时期,鼠蛇人由于充满了火热的能量,往往在学业和初期事业上获得不俗的成绩。 他们思维敏捷,善于抓住机会,这使得他们在早期便能累积一定的资本。 命理学中提到,鼠蛇人命盘中的似火容易形成与木、土、金等元素的相生关系。 例如,木生火、火生土,而土可以生金,而金也象征财富。 这一连串的相生关系解释了魏石魔鼠蛇人在财运上,特别容易获得成功。 鼠蛇人的财运高峰通常出现在中年。 这段时期,他们的命盘五行趋于平衡,天干地支呈现相生之势,这使得他们的财运如日中天。 鼠蛇人在中年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本,他们在投资和经营方面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此时,鼠蛇人的财运体现在他们的投资回报和经营收入上。 他们善于分散风险,懂得如何调配资源以达到资本的最佳配置。 然而,光灿的太阳亦有云遮雾扰的时刻。 财运的旺盛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 命理学强调,任何运势的高峰期都伴随着风险与挑战。 鼠蛇人在财运上升期需要特别警惕,避免过于冒险和急功近利。 命盘中的相生格局固然带来了财富,但如果过度依赖运气或忽视风险管理,财运可能会瞬间转衰。 鼠蛇人天生灵敏,这使得他们能迅速察觉财运变化。 当四火与其他不利元素相克时,他们往往能及时调整策略,减少损失。 例如,当命盘中出现火磕金的情况时,鼠蛇人可能会面临财务危机。 这使,他们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采取防范措施,如分散投资或保守经营,以避免财运的急剧下滑。 进入晚年,鼠蛇人的财运趋于平稳。 他们早年的奋斗和中年的成功,让他们在经济上享有一定的安稳和富足。 命盘中的五行,此时也逐渐和谐,不再有大的波动。 他们能够享受生活的安逸,不再需要卫生级奔波。 此时,鼠蛇人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内心的平和和家庭的幸福。 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再那么强烈,但依然保持着稳健的财务状况。 从命理学的角度看,鼠蛇人的财运如同太阳般耀眼,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 似乎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内在能量和智慧,让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狠抓机会,迅速应变。 而命盘中的相生关系,则进一步促进了财运的增长。 财运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命局的波动,鼠蛇人懂得如何在这些波动中找到最佳的应对策略,这正是他们在财运上独具优势的原因。 鼠蛇人的财运旺盛,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财运的执着与智慧。 命理学中的财运不仅是金钱的象征,它更代表着一种能力和智慧的体现。 鼠蛇人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财能去捕捉财运,并且能够在困难中找到生机。 他们的财运如太阳般耀眼,正是这种智慧和执着的体现。 从人际关系方面看,鼠蛇人亦善于利用自己的洞察力和智慧,建立其广泛而有用的人脉网络。 他们懂得如何维护和经营这些关系,并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贵人的相助。 这些人脉关系,往往成为鼠蛇人在财富追求中重要的资源和支持。 鼠蛇人的财运旺盛,不仅是命理中的天干地之相生,更是他们自身努力和智慧的体现。 命理学告诉我们,财运的增长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而鼠蛇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质,才能在财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希望每一位鼠蛇人都能在命理学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财富之路,实现人生的风盈与圆满。 透过智慧的光芒,他们的财运如太阳般耀眼,钱财滚滚不断,这是命理中的真谛,也是人生成长的见证。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生活总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地抛弃他们,没有人希望自己被抛弃,也没有人希望活成最为狼狈的自己。 只不过,淘汰和抛弃,那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 在动物世界里面,老虎、狮子等一众猛兽将弱小的羊或者鹿吞食殆尽。 后者也许会悲叹,为什么自己只能成为盘中餐呢? 有句话说得很现实,不是弱小的狼被饿死,就是弱小的羊被吃掉。 更何况,这个世界的生物数不胜数,这就注定了末位淘汰制是必然存在的,哪怕放在人类社会,也都是通用的。 很多人会说,难道天道也支持淘汰的铁律吗? 天道并非是我们头顶上的蓝天,而是这个世界以及整个宇宙的规则。 规则的本质不过是维系世界的有序性罢了,而所有的有序都跟净化和淘汰有关。 这一点,普通人要到了中年才能彻底看透。 一般来说,老天要抛弃一个人,会在他五十岁之后给出这些暗示。 暗示一,不懂得持续学习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有一位名人说过,历史大势浩浩商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历史在发展,时代要前进,这就注定了跟不上时代的人会在下一刻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不管你自立有多老,以往的成就有多辉煌都成为过去了。 十多年前,有一位中年老板创业一直坚持线下的生意,而没有顾及线上。 在他看来,线上的生意终究是虚拟且不靠谱的。 后来,这位老板破产了,创业也失败了。 在他失去一切的那一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总觉得自己很厉害,谁知道在大潮面前,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 世界发展到哪个程度,没有人可以决定,也没有人可以改变。 普通人,只能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机会,从而有所成就罢了。 那些跟不上时代,没有终身学习理念的人,终究只能成为时代的被淘汰者。 暗示二,盲目自大,猖狂至极的人,会被抛弃。 有一位在大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前段时间被公司辞退了。 回想起以往进入大厂时的意气风发,他不禁感觉到可笑至极。 那时候的他,总觉得自己领高薪,拥有不错的工作,是自己能力极强的结果。 谁知道,一切都是机会罢了。 平台让你闪光,你再平凡也能闪光。 而平台淘汰你,你能力再强,也逃不过被淘汰的结果。 想起这么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很多人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总把平台当成自己的实力,总把之前的好运气当成自己的成就。 逐渐地,把平台当成能力的人,终究会遭到反噬。 为什么我们常说做人要谦卑? 因为谦卑的人,才能理性地思考未来的发展。 而不够谦卑,盲目自大的人,只会落得人狂必有祸的下场。 人呐,不要太高看自己了。 暗示三,总想赚认知以外的钱,会人财两空。 现代人有个特点,看到别人赚了多少钱,自己也想试一试。 谁知道,无论他们投入了多少钱,都没有任何反响,最后人财两空。 就拿股市来说,别人钻研了十几年,在股市当中杀个七进七出,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别人就赚钱了。 而他,总认为自己也有别人的认知和能力,谁知道日日亏损,连工资都亏没了。 这,就是欲望膨胀后的自讨苦吃。 试想,自己没有完全了解这件事,也没有把握这件事的能力,那你深陷其中,又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在这个年代,有太多的鸡汤成功学教人赚钱,有太多的成功人士金句连连,可就是很多人相信。 后来,这些相信的人都交了学费,一无所得。 要知道,别人抓住你想赚钱的心理,就能割韭菜,为他自己赚钱。 所有的螳螂都意识不到黄雀在后的威胁。 时代要淘汰一个人,那是特别简单的,只需要一个波动,基本就能让很多中产或者高产消失了。 当然,也造就了另一批的中产和高产。 说到底,这不过是你方畅霸我登场的自然轮替罢了。 普通人,还是要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比较好,该前进的时候要前进,要学习的时候要学习,该止损的时候要止损。 如此,才能保全自己,安稳到老。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